葛珮帆議員 一方面,我們要教導好我們的青年人 亦都說他們提供多一些健康的、正常的、校外的、課餘的活動 同時,我們都知道現在不少青少年人 是由於剛才郭議員說的 他在生涯當中缺乏一個向上流動的希望或者機會 因此感到前路茫茫 因此他覺得有些情緒他需要發設 這個我們也都應該理解 我們應該從源頭上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經濟發展 如果沒有經濟發展的話 上面的空間升職的機會就不夠 另外在生活方面 我多次在立法會 無論是宣讀施政報告也好 或者回答大家議員的提問也好 我都提到住屋問題 是我們青年人面對 相當大的一個問題 我在社區 在街道上 遇到一些青年人 就跟他們談談 有二十幾歲 有三十幾歲 確實在我們青年人當中 好像有一次在立法會讀的書證報告裡面說的 不少的青年人現在成家不能立室 拍拖拍的時間長了 應該到結婚的時候了 註冊結婚 但是不能夠負擔自己的一個小家庭小單位 每天兩個人放工之後 就吃飯飯 然後各自回自己的父母家 為什麼特區政府這麼重視房屋問題 為什麼特區政府無論在立法會要求大家盡快通過 西界東北的新市鎮發展計劃 或者區議會要求區議會議員能夠接受 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議 在地區改動一些非住宅用途土地作為住宅用途 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因此一方面 我們不能夠接受一些青少年 他用一些不當不發的方式來宣洩他的不滿 同時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青少年人確實 他們對生活有不少的顧慮和不滿 所以希望全社會能夠一起做好兩方面的工作